在乾隆年轻的时候 他的哥哥红燕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红燕聪明好学 一直都是乾隆心目中的楷模 也是乾隆以忠的对象 而乾隆也一直尽全力帮助和照顾他的兄弟 直到他成为了皇帝 然而 红燕的性格有些孤僻 不善交际 这让他常常感到孤独和失落 尽管乾隆一直尽力关心和照顾他的兄弟 但红燕却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有时候甚至会对身边的人发脾气 有一天 乾隆来到红燕的住处探望他 发现他的兄弟情绪低落 一言不发 乾隆试图安慰他 但红燕却突然说出了 让乾隆始疗危急的话 我现在可以死了乾隆大吃一惊 赶紧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红燕黯然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 他觉得自己没有用 活着没有意义 他感觉自己一直被乾隆照顾着 却一直无法做出一点成绩 无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乾隆听了红燕的话 心里十分难过 他明白弟弟的苦衷 也深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自责 于是他决定用行动来帮助弟弟 他给红燕安排了更多的自由时间 让他能够尽情地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他也开始鼓励红燕 告诉他他有很多优点喝才能 鼓励他放开心扉 做自己想做的是情 在雍正皇帝逝世后 红燕成为了乾隆的弟弟 但他并没有受到像之前那样的特别待遇 尽管乾隆一度曾经照顾他 但是随着自己执掌天下大权 乾隆也被繁重的政务所困扰 无暇顾及弟弟 天生丽质 出身高贵的红燕 自有被纵容惯坏 有着骄纵任性的性格 不过 乾隆并没有将这些当做一回事 因为他相信只要好好教育弟弟 他就会变得更加稳重 然而 当红燕成为国亲王后 他的性情却重新交纵了起来 他对于财富的渴望无比强烈 甚至不惜欺压平民 以获取更多的财富 而且他对下属的要求也十分苛刻 却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红燕的行为越来越不可收拾 他不顾乾隆的指示 甚至经常将自己的金银 藏在自己的腰包中 他的下属们为他卖命 却从未得到过他的回报 这让他们非常不满 而红燕对于自己身受宠爱的事实 也让他变得更加放纵自傲 其实乾隆曾经多次训斥他 他仍认为这些只是小事 定没有人敢对他做出任何不敬之举 然而 他最终还是在高衡案的审理中 暴露了自己的罪行 高衡在审讯中将红燕的所作所为 一一照顾 这引起了乾隆的极大不满 红燕不仅让乾隆失望 也让整个朝廷都看不下去了 在清朝的乾隆年间 当时乾隆皇帝的弟弟 红燕被受宠爱 生活无忧无虑 享受着锦衣玉食 然而 随着他继承果卿王爵尾 他的性情开始变得骄纵放纵 很快便陷入了贪婪和欺压平民的乐习中 红燕对财富十分渴望 他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宝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把手伸向了他的下属们 他们为他日夜奔波劳碌 却得不到一点好处 这让他们十分失望和抱怨 乾隆皇帝发现了弟弟的恶习 他试图对他进行教育 但效果并不显著 红燕还是继续肆意妄为 无视乾隆的警告和指示 甚至在被训斥之后也毫不在意 这样的行为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 他们开始关注红燕的行为 并且将这些不义之举报告给了乾隆 在高衡案的审理中 高衡揭露了红燕的种种罪行 这使得乾隆十分愤怒 乾隆认为自己的弟弟 是在滥用皇家的权力和资源 这对皇家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于是他决定对红燕采取行动 让他接受应有的惩罚 同时也让其他人明白 谁也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 深宫之中 乾隆皇帝爱护弟弟红燕无微不至 可是红燕却因为自己的傲慢和贪婪 不断地触碰乾隆的底线 他甚至因为自己的行为 让皇家掩面受损 使得乾隆怒不可遏 再一次乾太妃的寿臣上 乾隆表现出了对红燕的不满 可是这并没有让红燕悔改 相反的 他还对乾隆的态度表示不满 不断地挑衅 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天降雷雨 引发了一场大火 在这场火灾中 乾隆所住的九州青燕被烧毁 红燕住在附近 却迟迟不前 即使见到乾隆 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关心和担忧 反而随意聊天开玩笑 这让乾隆感到十分心寒 他宠爱红燕多年 照顾卑质 可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他想起了红燕常常不恭敬 甚至还常常藐视理解 这让他愈发痛心疾首 于是乾隆终于忍无可忍 对他做出了最严厉的惩罚 将维贝勒 并罚奉三年 然而 红燕并没有因此而回过 反而更加疯狂 他怒斥乾隆无能 对于被降职罚款的命运 感到愤怒和不甘 但是 他最终付出了代价 他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渐渐地消瘦起来 在红燕并危之时 乾隆心生悔意 想恢复他的爵位 解除他的心结 然而 红燕却只是在被褥之间 向乾隆认罪 表示自己的悔悟 乾隆看到弟弟这样子 也十分悲痛 原谅了他 可是 红燕已经没有了任何挽回的机会 他只说了一句 我现在可以死了不久之后 他就去世了 红燕的生命在历经沉浮后 最终走到了尽头 他的去世 也让乾隆感受到了 人生的无常和珍惜生命的重要性 尽管红燕曾经犯下了错 但乾隆依旧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弟弟的宠爱和爱死 在这位皇子逝去之后 他也得到了尊重和爱荣 这或许也是对他生前 努力的认可和慰藉 历史的长河中 这个故事或许只是 其中的一个小插角 但他却能让我们 从中汲取一些启示 无论是在权力 还是生命面前 我们都需要珍惜和把握 而红燕的故事 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即人之为人 始终在于心 或许 红燕曾经犯下了过错 但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那一刻 他也展现了真诚和回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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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